大家好,歡迎收看財子學商ETF全球投資報 我是主持人廖大偉,在我左手邊 是我們的ETF專家林承穎 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現在全球的經濟呢 是很草兩極化的發展 有些人感覺景氣非常好,比如說 像Google那群人因為他們發明了AlphaGo 把李世民給幹掉 韓國的騎王 對 這是所以他看來Google是 會持續的大賺錢 那這些人但是忙得不可開叫 另外一群人就是 比較屬於 辛苦的中產階級 他的工作不斷的被 這個電腦取代 那所以呢 通常會有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覺得景氣不好 那在家很汙子 那很多消費不敢做 通常會打電動 那打電動的過程裡面 不但是排解時間 增加心理的慰藉 那我們就有一個疑問啊 好像景氣不好的時候 看電影的人特別多 打電動的人也特別多 那麼 好像有電影的ETF 那有沒有打電動的ETF 這是宅經濟的話 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那麼現在的話呢 也的確 出現了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電玩ETF 我們看下一頁 那麼大家要把這個代號記起來 前面還蠻好記的 Gamer 就是Gamer Gamer 看起來就是Gamer的意思 對在美國 那麼去掛牌 3月9號掛牌上市 這是全球第一檔的電玩產業ETF 大家心裡會想 這電玩產業ETF 那麼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這個 組成份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很好奇的 這ETF就是中間有一些 好幾個我都好懷念 這些遊戲我都玩過 第一個就讓人家感動 對啊 魔獸爭霸 對 他的暴雪 這家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大的 電玩市值 而且我插個話 今年要出電影喔 對 而且 搞不好會有新的改版 大遊戲出來 所以我們講說 如果在投資的時候 真的要看到海外投資 為什麼呢 以前的話 比如說像這個暴雪 他在台灣 跟我們的志冠有合作 那麼但是呢 還不錯了以後的話 這個 整個代理權的話 就做了移轉 這有點可惜啦 所以你可能還是 如果看好他 那你就變成說你要到 這個國外 那像這樣ETF呢 就可以去做一個投資 沒錯 那麼接著的話 就是重量級的 韓國有名的廠商 天堂系列 天堂系列 他做出來的 那國內以前是橘子 在做代理的 那另外是科樂煤 KONAMI KONAMI 這家公司呢 可能有些朋友 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但是我們如果講到 我以前很喜歡玩那個遊戲 叫做混斗螺 經典遊戲啊 我們都有秘技 沒錯沒錯沒錯 晃一下然後才會出現 他這個絕招 或者是秘技 甚至於說包括像其他的 這些電玩的公司廠商的話 都在裡面 那麼當然 電玩 喜歡玩電玩的朋友 一定會想說 哇 他應該馬上買 甚至於還可以去 你玩他的遊戲 就是加入他的行列 沒錯 當然我們也要仔細的想一下 就是說呢 電玩才是這樣 上上下下 像以前 大家很喜歡玩的 神摩斯塔 因為最近比較少人在玩 沒有了 對 更久以前在玩這個 什麼 Sugar Candy 這類的東西的話 現在 Candy Crash Candy Crash 對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就是他是上上下下的 但是這裡面這幾大公司 他是在這個領域裡面深耕 而且能夠推陳出新 當然 長期來講的話 電玩的ETF 是值得我們做留意 因為Z世代正在新奇 而且看起來好像都是老公司 對 都賺蠻久的公司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那麼 從投資的角度 海外 ETF是值得去做考量